当然游玩时 红霞道可以说是非常吓人 整个城镇中都是吸血鬼活动的痕迹 曾经迷人的海岛小镇 现在变得一片荒芜 在黑暗的房屋和洞穴中漫步 只有一只手电筒可以用来探路 即使全副武装也会倍感紧张 Arcan Austin工作室 显然知道如何在游戏中营造不安的氛围 然而当其他玩家加入游戏后 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我们可以合作快速击败仕途将我们消灭的吸血鬼 吸血鬼信徒和雇佣军团 在多人合作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枪和超能力来拿下最强大的敌人 我有幸在PC上和三个队友 一起玩了大约四个小时的红霞岛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解放了一个社区的中心 打败了由程序生成的吸血鬼巢穴 击败了一些小boss 还进行了一番探索 Arcan Austin工作室的临时队友 建议我以困难难度开始游戏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们就开始了这场冒险 红霞岛的开发者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尽管本作看起来与市面上的部分刷宝设计游戏 或私人合作游戏有些许相似 但红霞岛仍然是一款充满Arcan味的作品 当然每个角色的能力有限 而且前行也不是游戏中的主要内容 但故事剧情以及沉浸式的模拟体验都还在 你会偶尔发现吸血鬼正在吞噬一个不幸的受害者 对立的派系间会突然爆发战斗 有时你还能听到敌人在讨论他们未来的计划 我大部分游戏时间都是和本作的创意总监 Ricardo Bayer一起度过的 他选择的角色是雅各布 一位前雇佣兵现在变成了独行的狙击手 拥有一只神秘的雪族之眼和一只乌鸦 我则选择了德文特一个神秘生物猎人 我拿起手柄 向贝尔保证我会克制自己的强迫症 比如在商店里搜刮每一个角色其实并不需要的垃圾食品 还有观察敌人的行动模式 策划最有效的消灭方法 不过老习惯难改 我经常发现自己偏离任务去到处探索 当只有另一个人和我一起冒险时 很多时候我感觉我们就像是一对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一般的侦探搭档 红侠岛的一切都仿佛停滞在吸血鬼袭击的那一刻 尽管我们没有花太多时间了解红侠岛的主要故事 就我所知道的是 为了击败现在统治红侠岛的吸血鬼之神 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在变成吸血鬼之前的身份 在此之前 我们也可以合作拿下次要但仍然强大的吸血鬼及其追随者来找乐子 我们成功解放了红侠岛海运中心 这是一场很快的战斗 中心被解放后 我们能够与平民合作建立另一个主要的行动基地 与红侠岛的居民合作不仅是主要的故事内容 也是贯穿整个游戏的一个主题 例如你赚取的不是金钱 而是获得支持 这种货币是通过完全任务和找到一些实用的物品 并送回藏身处的居民手里才能获得的 比如说厕纸的价值就比诡异的玩偶或结婚戒指要高 然后雷拉就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他的超能力非常有意思 但他能力中最酷的部分 应该就是他能够召唤他的吸血鬼前男友来帮助杀死敌人 随着我们打倒更多特殊的吸血鬼 我能感受到游戏在出现三个玩家时的战斗平衡 依然做得很不错 完成这些任务会给很多不错的战利品 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个清理血树的任务 但这次红侠岛的著名渔夫正在树内作为boss等着我们 这个吸血鬼在与我们三个人作战时明显处于劣势 因为他只能同时攻击一个玩家 不过他还是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威胁的 在我们攻打邪教营地的时候 我们还遇到一些特殊的吸血鬼 其中包括一种名为shroud的吸血鬼 它会在玩家身上周围覆盖一个深色的泡泡 从而限制玩家的视野 如果你不小心点的话 它还会给玩家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还有blood bag 一个漂浮着长满血带的恶心家伙 当block bag被消灭时会造成爆炸性的伤害 杀死任何一只特殊的吸血鬼和完成目标 都会导致吸血鬼之神的愤怒值上涨 一旦愤怒值满了就会出现Rook 要想摆脱Rook 要么被他杀死 要么就把他杀死 逃跑在这里是不管用的 和其他特殊吸血鬼一样 Rook可以瞬间移动 并且有着自己的特殊能力 比如召唤雷暴 如果你在室外逗留的话就得吃点苦头了 然而在室内战斗他也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Rook的行动非常迅捷 几百Rook可以获得一件至高级别的掉落品 这是红侠岛最高的武器等级 更别说还会有随机的敌人被卷入与Rook的战斗中 这无疑会使游戏更具挑战性 但是当四个玩家在一起时 情况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队友选择了雷米 他是发售时提供的四个角色中的最后一个 像德温特一样 雷米非常擅长使用各种小工具 他的机器人搭档蹦蹦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他还有C4炸药可以用来炸飞敌人 他的终极技能可以为在范围内的队友提供巨大的增益 拉起倒地的队友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恢复一定范围所有成员的生命值 四人合作的效果就如各位想象中的那样混乱 不过我们也很容易分工完成一些目标 有时我们中的一个人会使用酷炫的紫外线武器 从远处把一个吸血鬼石化 为另一个人提供了一次爽快的近战终结的机会 红侠岛不限制每个玩家必须使用不同的角色 也没有任何角色有武器使用的限制 组成四人小队后 我们团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破坏吸血鬼巢穴 这些挑战是程序生成的 只需要个几分钟就可以做完 不一定射击战斗 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遇到了最基础的血脉沉睡类巢穴 这意味着所有的吸血鬼都在睡觉 只有攻击它们或者是碰到它们与巢穴连接的血管 它们才会醒来 我们小心地避开了这些吸血鬼 在摧毁巢穴末端的心脏以触发崩塌之前 收集了大量的战利品 然后逃了出去 如果你没有在巢穴崩塌之前逃离 你只会失去成功逃脱所获得的奖励经验值 吸血鬼巢穴除了作为一次性冒险之外 红侠岛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玩法 它们的领地由一个区域标记着 这个区域使其范围所有的吸血鬼都获得了增益效果 使得这个区域更加危险 如果一个巢穴被放在那儿不管的时间太长 它的领地就会越来越大 Arkin Austin工作室的Harvey Smith告诉我 游戏中还有其他类型的巢穴 比如充满了城市的吸血鬼陷阱 且一片黑暗的巢穴 甚至还有被火覆盖的巢穴 尽管我们选择了最困难的难度 单与四个人一起挑战小boss 比如Rook还是很容易的 不像之前那样需要一个玩家 不停地吸引他的注意力 现在蹦蹦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贝尔说他们会不断调整难度 我甚至听到他有在跟我们的游玩团队 描述一些可以改动的地方 会有一些图形问题和卡顿 但在测试版本的游戏中 这并不什么稀奇事 和现在大多数游戏一样 贝尔说他们会在游戏发售后 听取红侠岛社区的反馈 并根据需要调整 除了战斗之外 与所有角色一起进行合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就是互动 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还有他们与世界的互动 例如每个角色演奏乐器的技能水平都不同 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 但这能让我更加沉浸在 Arken的红侠岛之中 有时收集笔记在世界中探索 让我和团队脱节了 不过探索仍然是游戏中 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例如我们找到了一系列钟 当以正确的方式敲响它时 会通向一个秘密的区域 里面有战利品和大量的吸血鬼 即使我在红侠岛中也体验了一段时间 但我还没有深入体会到游戏的 其他武器装备和技能术系统 但我的体验足够让我在红侠岛 于5月2日发布之时 想要同时开多个游戏存档 一个单人游玩 让我可以尽情地探索 每个角落和阅读笔记 另一个是合作游戏 让我更多地了解所有角色 我还不确定我要用哪个角色 但我至少知道 我将会在对抗吸血鬼的过程中 获得一段愉快的时光